图山景是如何得知孩子不是她的 原来全靠小妖随身携带的秘密武器 小妖自从得知防风一影怀孕之后 就与图山景彻底决裂 被感情伤透露的小妖 知道自己无法如愿嫁给爱情 便答应了对苍玄最有力之人 丰隆的求婚 自从答应这门亲事之后 小妖就没有一天开心过 好灵王深知女儿心中的苦楚 百般劝解小妖 再斟酌一下这门婚事 可心如死灰的小妖 哪能听得进去 小妖只认为 如果不能嫁给自己爱的人 那就嫁给对哥哥最有佣的人 很快便到了小妖与风龙的大婚 穿上婚服的小妖 明眼动人 风龙心里窃喜无比 一败天地 二败兄长 风龙万万没想到 自己好好的婚礼 竟然被防风北抢了气 小妖跟项牛走后 又气又闹 项牛也如实告诉了小妖 屠山井才是抢亲的幕后主使者 小妖听后更觉得生气 小妖不理解 为什么屠山井都有孩子了 还缠着自己不放 于是让项牛带自己去找屠山井 见到小妖的屠山井 觉得又惊又惊 对小妖不停地诉说着相似 并一口气把多年调查 防风意应的事情告诉了小妖 但是依旧没有找到证据 证明他们两个人之间有奸情 这时小妖看到了井手中的鱼丹子 想到了那天他们一起出游 屠山猴打捞上来的鱼丹红 出现在防风意应身上一事 小妖瞬间便明白了一切 于是灵机一动 决定从那枚鱼丹红入手 小妖让井在大家面前 表现出特别讨好自己的样子 引屠山猴上钩 在小妖与井的一顿操作之下 喜欢抢井东西的屠山猴 果然上了钩 整天想着法子讨好小妖 甚至把之前送给防风意应的 于丹红转手送给了小妖 之后小妖立马开始了下一步动作 故意让依依看到了她身上的于丹红 发现于丹红在小妖身上的意应 一下子变了脸色 气势汹汹 但去质问猴 并要求猴 把之前送给自己的于丹红拿出来 可是猴哪里能拿得出来呢 防风意应明白了一切 之后两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吵 防风意应也终于说出那句话 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 还用你的孩子困住了紧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屠山猴自知吵破意 于是自然地抱着她 狂表爱意 而他们的所作所为 都被星星净记录了下来 证据确凿 两人的恶行终于曝光 屠山猴为了脱罪 竟然把罪过全怪在意应身上 说是意应主动勾引她 防风意应也终于看清 这个伪君子的真面目 可是一切都为时一万 好在有屠山井暗中帮助 她才能保全性命 陪伴孩子成长 这也为之后 意应保护屠山井 立无下的忽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